随着年底选战逼近 民进党双北市长人选胡之欲出 几乎底定就是由卫副部长陈时中出战台北市 而无任所大使林家龙征战新北市 我们独家掌握到了不仅陈时中 在最近的部会议当中 已经跟在场的司处长及主管透露了离别之意 Gason更爆料 最近几天陈时中有望和林家龙同台合体造势 要破除争抄前派系不合的传闻 请启动 平平在卫副部自家活动露脸 部长陈时中台面上宣传好政绩 私下更传出积极与医解人士 以聚餐拜会等方式寻求支持 去年我们跟部长的互动 医疗界就很多的朋友 一直欠进部长 叫部长要针对台北市长的前期 要有规划 要有想法 那衍生界其实一直以来就有人 会去欠进 也很期待部长可以当上首都市长 可以推出更好的政策 除了一届乡挺 卫副部长陈时中在最近一次的部会议中 与在场的司长处长甚至提到 九百多天的日子感谢同仁一起努力 参与多项计划 整场自此仿佛为了离别而做准备 因为紧接而来 在十号下午三点半总统官邸即将召开选对会 据传就是要拍板双倍市长人选 绿云基层更吐露在选对会之后将立即启动一连串行程拉抬气势 我们独家掌握十一号下午民进党台北市党部执评委就职典礼 已经邀请陈时中林佳龙合体出席 希望能依照团结气势 十三号民进党中职会正式提名 加上七一七的全代会造势 有望力聘一个礼拜高调拉抬 基层有的期待有的害怕受伤害 这个佳龙部长他如果能够说 把他自己在台北累积这些经验 请听到声音把他完全转移给这个阿中部长 我觉得这个对民进党来说基层来说 最希望看到大家可以团结 民进党势必会碰到的问题 也是必须要特别小心的问题是 200两大阵营会不会把这些疫情 以及疫苗的这些情绪带到 陈时中部长的身上 随着人选台面化党内如何整合 党外又如何见招拆招 年底选取真正的战场才正要开打 谢谢赵国锋 李建云 台北参加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